各位朋友大家好 继中美贸易战之后 又有一只北京意想不到的黑天鹅来了 这就是北京又要跟欧洲爆发贸易战了 过去北京很乐观地认为 欧美国家都是经济动物 他们不会放弃在中国赚钱的机会 因为中国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 欧美国家为了能够挤进中国这个市场 他们不会太为难北京的 顶多他们在人权这些问题上和北京闹一闹 在经济方面他们是不会放弃中国这块肥肉的 因此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 北京一直认为川普总统就是一瞎咋呼 美国是不敢真的在经济方面对北京动手的 那等到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 北京才发现自己误判了美国 美国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单纯的经济动物 他们不会为了中国再赚钱 就什么都不要了 美国宁可自己遭受一定的损失 也要和北京打贸易战 那么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 北京又对美国有了另外一种解释 他说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 那是为了和中国争夺霸权 就是怕中国超过美国 那这个问题放到欧洲国家 那就不能这么解释了嘛 因为欧洲国家也不存在和中国争夺霸权的问题 那么如果按照上面北京这个解释的话 那欧洲国家不应该和中国打贸易战的 可是现在北京他们发现 他们又误判了欧洲 欧洲也要和北京打贸易战了 根据最近的报道 从下个月12月1号开始 中国将不会再获得欧盟 英国 加拿大 土耳其 乌克兰 等32个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度待遇 现在仍然给中国普遍优惠待遇的国家 只剩下挪威 新西兰和澳洲三个国家 这个理由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 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所以也就不应该再继续享有 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 所谓普惠制优惠待遇 它和贸易最惠国待遇是不一样的 贸易最惠国它是双方对等 就是我给你关税的优惠 你也给我关税的优惠 就是双方我们是平等共享贸易优惠的 可是普惠制优惠待遇它是不对等的 就是我跟你关税优惠 你不需要给我关税优惠 就是单方面的施舍型的一个贸易优惠 那么发达国家的这个普惠制优惠待遇呢 就是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特殊照顾的关税优惠 这样呢也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了 自从1978年实施普惠制度以来呢 先后有40个国家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这个特殊关税的优惠待遇 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呢 北京依然坚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并且还要求继续享有发达国家 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优惠待遇 那么因此这一次欧盟英国等国单方面取消 对中国的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 不仅是否定了北京自己坚持说的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同时也等于是对北京发起了贸易战 因为一旦中国被取消发展中国家 享有这个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的话 那么中国出口到欧盟英国的商品 就会面对比较高的关税 这是等于是一个关税大战 那北京海关中署也发出通知啊 说从12月1号开始呢 对输往欧盟英国这些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 关税优惠待遇的国家的货物呢 海关也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了 这也就是说证明这一次呢 是欧盟英国这些国家单方面的取消了中国 就是他们给中国的这个普惠制优惠待遇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今后要出口到欧盟英国的商品 那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关税了 所以这样一来 等于是欧洲事实上就单方面提高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这当然就是等于是对贝勤发起了贸易战 本来呢 如果是欧盟和北京关系比较好的话 双方应该就这个普惠制 关税优惠待遇的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谈判 然后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即使欧盟要取消中国这个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 他也会给一定的时间宽限 就让这些相关的出口企业有一个准备 不至于太突然损失太大 那么现在欧盟等于是突然单方面取消了中国这个普惠制 关税优惠待遇 那么中国相关的出口企业等于是毫无准备 突然而至 他们就有一个措手不及的感觉嘛 更重要的是呢 欧洲单方面取消了中国这个普惠制优惠待遇 也是在政治上对北京打点 因为北京一直坚持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那么如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那当然中国就应该享有这个普惠制优惠待遇 所以现在欧盟取消中国的普惠制优惠待遇 它的理由就是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那等于就是公开否定北京坚持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就让北京在政治上那也非常的难看 美国早就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 那么现在欧盟也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等于将来全世界都要否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可是呢唯独北京自己非要坚持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来呢 北京在世界上又要变成一个空前的孤立 更奇葩的是呢 习近平一方面说中国是大国崛起 中国不仅富起来了 而且已经强起来了 那么既然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世界第二了 那么中国就不应该再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了吗 可是这个奇葩就是北京既要面子又要理着 在面子上呢习近平要说中国可以平视世界了 意思就是说中国已经和美国可以平起平坐的大国了 而且呢习近平对外援助那是非常的扩起 动不动对外大撒币什么一带一路啊 那对外援助的钱比美国撒的还多 可是呢在另一方面在里子上 北京又要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又非要享受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等于是他又要在经济上要占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的便宜 那么所以这次欧盟单方面取消了中国普惠制优惠待遇 也是不再让北京这个既要有面子又要有理直的好事 不能再享受下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新闻 就是北京商务部11月1号发了一个通知 鼓励家庭做生活必需品物资的储备 商务部网站11月1号晚间就发布了一个 关于做好京东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稳价工作的通知 就要求呢家庭储备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以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的需要 那么商务部发通知就是要鼓励老百姓在家庭里 做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储备要满足什么突发事件的需要 这个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事情嘛 因为呢商务部他也不做说明嘛 他也不会说到底你要会应对什么突发事件 所以呢也就是让老百姓感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储备这些生活必需品呢 就感到不理解嘛莫名其妙嘛 有人认为呢这是北京要打台湾了 所以让老百姓家庭储备一些生活必需品 等于是战备动员 这个说法显然是不靠谱的嘛 那么北京商务部为什么要发这样的通知呢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北京是为了确保明年这个北京冬奥会一定要成功 那么就是一定要把中国境内这个新冠疫情要清零 让全世界见识一下中国有多么的厉害 那要把中国境内这个新冠疫情清零 就要对中国整个的人员物资的这个交流啊 进行一个全面封锁 估计在冬奥会之前 这种人员和物资的封锁啊 会达到某种疯狂的程度 就会导致整个中国的供应链中断 那么这样一来呢 所以北京就要鼓励那些老百姓提前储存一些生活必需品 等到中国全国要封国供应链中断的时候呢 也不注意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生活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汽油这些能源产品可能要大涨价 现在世界各国这些汽油能源产品价格都在猛涨吧 那么中国也可能进一步的上涨 你像这些汽油啊 能源商品大涨价的话 就会造成整个的物就是运输的紧张 那么运输紧张物资就会短缺 所以呢 北京就鼓励老百姓储存一些生活必需品 来应对将来可能面对的这些物资短缺 第三个可能性呢 就是北京不仅要和美国打贸易战 也要和欧洲打贸易战 等于说要和全世界全面打贸易战 那么这种全面的贸易战 就会让中国回到毛泽东那个闭关自首的时代嘛 毛泽东时代特点就是物资非常短缺 什么都要凭票证供应 所以真的这个贸易战 如果和全世界这种贸易战大打起来 那么中国很可能出现 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的短缺 所以北京让老百姓提前储存一些生活必需品 也算是对将来可能面对的物资短缺 来做一个未雨绸缪吧 那不管是上述三种哪一种的可能性 北京商务部发出这样的通知 都意味着将来中国可能会出现 生活必需品短缺的情况 所以呢 不要无视或者小看了这个新闻 该准备的生活必需品呢 还是多准备一些 以防万一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